从前啊,有一个貌美的苦命女子,一生命运坎坷,还好最终嫁了有情郎。 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给你听。 话说赵家村有一个老园外,名叫赵温,他都七十五了,却人老心不老,又花二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小妾。 他这个小妾名叫陈小娥,人长得非常漂亮。 陈小娥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叫陈小蝶,要说起这陈小娥的事来,那可是真够苦的。 他父母早亡,与哥哥在一起生活,他那个哥哥不靠谱,是吃喝嫖赌,不干正事,把家里给拜的连饭都吃不上。 陈小娥和姐姐是村里边有名的姊妹花,前年的时候,他哥哥把他姐姐以一百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商人做小妾。 不过,那商人还算年轻英俊,可是这陈小娥就惨了。 到了十八岁的时候,被他哥哥卖给了一个比他大六十岁的赵园外。 陈小娥,她本来心气高,什么都想要好的,却被卖给这么一个老头子,你想她能甘心吗? 于是,总喜欢借酒消愁。 那个赵老园外呢? 她很好色,人都七十五了,又娶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妾,便整天待在她房里,不肯出门,整日与她饮酒作乐。 于是呢,老夫人和别的小妾都是陈小娥为眼中钉。 那个赵园外年龄大了,整日与她饮酒作乐,身子亏损太厉害,过了不到一年便一命呜呼了。 这下那个老夫人和别的小妾就更加恼怒她了,说她是桑门星,把老爷子给客死了。 最后呢,老夫人做主,以一年工钱的价格把她嫁给了自己家的长工,孙永贵。 这个孙永贵,无父无母,孤身一人,黑不溜秋的,长得很丑,陈小娥还是看不上她。 她从那个不如意又转嫁给了这个不如意,心里是一百个不甘心。 不过嫁给孙永贵,不比赵家,赵家高门大户的看管的严,她很少出门。 嫁给这孙永贵,她经常抛头露面。 孙永贵是赵家的长工,赶上农忙活多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,不回家了。 时间一长,这陈小娥就与他们村里的孙文喜好上了。 那个孙文喜也是无父无母,孤身一人,不过她长得挺帅气,白白净净的陈小娥很喜欢她。 俗话说,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时间一长呢,孙永贵就听到了点风声。 但是她也没拿到真凭实据,这个孙永贵觉得自己配不上陈小娥,所以她对陈小娥还挺好,没有直接跟她生气。 改天晚上,她拿话点拨陈小娥,说咱们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,但是做事儿也得本分点,千万不能让人家笑话。 那陈小娥一听说,谁笑话,咱们咋了。 孙永贵说,忠不壮不明,鼓步敲不响,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你做的那点事儿,外面的人都在议论呢,你注意点影响吧。 这陈小娥一听就知道丈夫听到了什么风声,但是她不肯承认哪,她就撒泼,你都听谁胡说什么了呀? 你就这样数了我吗? 我跟你真心实意地过日子,从来没有过二心,没有什么事我就不出门。 经常在家里待着,我招谁惹谁了,他们这样污蔑我,你这个没良心的,你跟我说是谁,跟你说了什么? 我找她家,我骂她八辈祖宗去。 说完,她就又哭又闹的。 那孙永贵呢? 没逮着真凭实据,她只是稍微地听到邻居家有那种传言,所以这陈小娥跟她一吵一闹。 她没生气,反倒又劝起陈小娥来了。 是滴,你别生气了。 其实啊,也没谁直接跟我说什么,我只是毛毛骚骚地听谁说,你与那个孙文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。 这既然是没有什么事,那你往后最好跟她离远点啊,别让街坊邻居说,咱们就行。 那个陈小娥说,这还算你有点良心,那行,往后啊,我不管什么男人,我都不跟她说话,都不搭理她,免得你疑心。 孙永贵听她这么一说呢,那行,我的好娘子,你别生气了,往后啊,别人再说什么我也不信了。 孙永贵把老婆安慰了一番,两个人就睡觉了。 经过丈夫的这场盘问之后,这陈小娥知道,她要想再与孙文玺继续下去,这件事儿肯定是瞒不过丈夫了。 可是呢,孙文玺才是自己这辈子愿意嫁的人啊,这可怎么办呢? 后来她就想,哎,我干脆找个机会跟她商量商量,与她私奔吧。 这一天,孙永贵又去干活去了,她约了孙文玺,就跟她商量私奔的事儿。 那孙文玺说,我孤身一人,一点牵挂也没有。 你要是愿意的话,那是我巴不得的事儿。 不过咱们俩出去得有点本钱才行啊。 万一出去之后,找不到谋生的门路,咱俩不得饿肚子吗? 陈小娥说,你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一变卖,我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一收拾,所得的银两肯定够咱们两个吃用一阵子的。 只要是咱们愿意干的话,就不怕没路子。 那个孙文玺说,那好吧,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,变卖后来这。 两个人约好,陈小娥什么时候收拾好,有了机会再通知孙文玺私奔的日子。 那个时候的人都迷信,陈小娥收拾好了之后,就想找个人给占卜一下,看看她与孙文玺私奔是吉士兄。 她听说八里庄有一个道观,据说里边有一个道士算卦,很灵。 这一天,她收拾了一下,就去那道观里找那道士算卦去了。 他们家里那个道观有七八里路,中间隔了个六里坨。 陈小娥有一个表姑,是六里坨的,她表姑家有一个儿子,名叫崔小宝。 此人生性刁钻,十分风流,就喜欢勾搭良家妇女,爱占人的小便宜。 那个崔小宝早就垂涎陈小娥的美色,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下手。 这陈小娥从他们村里路过,刚好遇见了她。 她说,哟,这不是我表妹吗? 你这是干嘛去啊? 崔大表哥啊,我去道观里烧个香去。 那你到我家歇会儿呗。 哎呀,不了,我去上个香,马上就回来,等回来的时候再说吧。 这两个人打完招呼之后,陈小娥就去了道观。 这个崔小宝呢,她早就想对陈小娥下手呢,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 今日遇见了陈小娥,见就她一个人,于是她就动了心思了。 这个陈小娥嫁了两人老公都不如意,总喜欢借酒消愁,所以她染上了很大的酒瘾,就喜欢杯中之物。 崔小宝知道她有这个毛病,便准备了好酒好菜,然后在路边等着她回来。 再说,那陈小娥前去问卦,到道观后,人家问她要预测什么,她也不敢跟人家说自己要与人私奔测即凶啊,没法说。 她说,我这两天要出趟远门,你帮我测算一下,看看是吉士兄。 其实,那个道士呢,之所以被人传说她测算灵验,也只是她会忽悠人而已。 她装模作样呢,给她测算了一下之后说,你这次出行很顺利。 那个陈小娥听了之后,高高兴兴地就回去了。 当她路过六里图儿的时候,崔小宝正在路边等着她呢。 大老远看见她就把她给拦住了,说,表妹啊,我家里已经酒饭,准备好了,就等着你呢。 快过来吧,我知道表妹你喜欢喝酒,今天特意给你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。 这个陈小娥呢? 她本来就有酒饮,一听说是上好的女儿红,她心里头变痒痒了。 再加上,表哥这么热情,盛情难却,于是她就跟着崔小宝去了她家。 进门一看,这是美酒佳肴,摆了满满的一大桌。 陈小娥见了说,表哥呀,你整这么多菜干嘛呀? 哎呀,这太让你费心了,这算啥呀?表妹啊,你难得路过一次,我只是略被博酒,略表心意而已,你别客气,快过来坐吧。 这两个人坐下之后,催小宝一个进儿的殷勤劝酒。 陈小娥本来酒量挺大的,但是经不住一直喝呀,很快就醉眼朦胧啊。 已有醉意,她便跟表哥诉起苦来。 眼含热泪,诉说自己命苦,遇上了一个不靠谱的哥哥,又找了两人让自己不满意的丈夫。 她是越说越难过。 那催小宝本来就别有用心,于是她就趁机坐在了陈小娥的身边,一边安慰陈小娥,一边再劝她酒。 那陈小娥本来就喜欢借酒消愁,如今已经有几分醉意了。 所以呢,催小宝一劝她酒她就喝,一劝她就喝,很快便喝得一塌糊涂了。 俗话说,酒是色眉人,催小宝本来就别有用心,见陈小娥喝得差不多了,她便对陈小娥动手动脚的。 那陈小娥呢,本来也不是什么贞洁劣妇,所以对催小宝的猥亵来之不拒,很快二人便成就了好事。 期间,这个陈小娥醉得迷迷糊糊的,就把催小宝当成了孙文喜,就与她商量起了私奔的事来。 她说,文喜哥哥呀,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归隆好了。 我们家那死鬼,后天要进城去办事,夜里她就不回来了,咱们俩后天,夜里就走吧。 催小宝一听,这是把我当成孙文喜了呀。 听她说话这意思,这不是要与孙文喜私奔吗? 把家里的值钱东西都收拾好了,后天夜里要走。 这催小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她心里就起了邪念。 想一想,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带出来,要与孙文喜私奔,我何不冒充孙文喜把它给带出去啊? 那样的话,既有美人欢乐,又可以得到一笔钱财,可谓是两全其美。 想到这儿,她就问道,行,那咱们就后天夜里走,咱们是走路路啊,还是走水路啊? 那走水路吧,你先准备好一条船,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咱们把东西先搬船上,顺流而下,走得快。 当她知道的时候,想追也就追不上了。 催小宝说,那咱们就走水路,我事先准备好一条船,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去找你,不过到时候,我怎么联络你啊? 你到了晚上,夜深人静的时候,没有行人,你就去我家门外,机掌三声。 我听到之后,开门接应你。 哎,好的,那就这么定下吧。 这催小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她心想,到时候我先孙文喜一步,把她给接出来,那样的话,这美人和家钱,可就都是我的了。 想到这里,她心里是暗自高兴。 此时,这天就已经快黑了。 催小宝心想,今天晚上啊,不能留她再次过夜,要是孙永贵生出疑虑来,这好事可就没有了。 如今天色已晚,她又醉得这么厉害,这怎么办呢? 嗨,我干脆把她给送回去吧。 催小宝当即雇了一成小叫,就把陈小娥给送回了家。 陈小娥喝得太多了。 回到家里,迷迷糊糊地倒头便睡,一直睡到第二天半上午才醒了过来。 她醒过来之后,只觉得浑身难受,就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。 她迷迷糊糊地,好像记得昨天已经与孙文喜商量好了,明天夜里要走。 由于身上不舒服,她就在家里躺了一天,没有出门。 第二天,这孙永贵进城走了之后,她就把家里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部都给收拾好了,就等着晚上要与孙文喜私奔呢。 可是孙文喜呢,却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。 到了夜里,催小宝弄了一条船,在那提前准备着。 等到三更夜静无人,她就走到我二姐家门外在那儿,击掌三声。 不大一会儿,陈小娥从里边把门给打开了。 此时的陈小娥已经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收拾收拾,打了两个大包裹。 因为做的是被人的事,所以她没敢点灯。 也没有认出崔小宝不是孙文喜来,她就把这包裹给递了出来。 那崔小宝接过包裹,先上了船,她上船之后,她也没敢点灯啊,陈小娥把门锁好之后,她也上了船。 这两个人就没敢说话,怕惊动了街坊四邻,陈小娥上船之后,直接就进了船舱。 崔小宝遥传,马上就走。 陈小娥进了船舱之后,她没敢说话,在里边又躺了下来。 此时已过三更,船晃晃悠悠的,不大一会儿就把这陈小娥给晃睡着了。 等她醒来的时候,天已经大亮,此时船已经行出了百十里地。 她出了船舱一看,开船的不是孙文喜,而是崔小宝。 她不由大吃一惊,这怎么是你啊? 崔小宝笑着说,前天你从倒灌里回来路过我们家,咱们俩在那吃酒的时候,是你与我商议私奔的事,难道你都忘了吗? 这陈小娥一听,顿时待那儿了。 她待了一会儿,仔细想了想,迷迷糊糊的,好像记得去她家喝酒那事。 此时的陈小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,那没办法,反正已经与她出来了,事已至此,那只能与她走下去了。 两个人走到林青的时候,崔小宝说,我在这里有一个熟人,咱们就在这里停船,找一个地方住下,咱们俩就在这生活下去吧。 那陈小娥说,那行,那就这里吧,我那包裹里还有点银子呢,你要是想做生意的话,可以先拿出去用。 崔小宝说,好的,要是能做个小生意的话,那是更好了。 于是,这两个人就登岸在林青住了下来。 再说这孙永贵,她办完事而回到家里之后,见家里边没人,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。 向街坊邻居一打听,这街坊邻居都说,这两天都没见过陈小娥了。 她就想,那肯定是跟孙文喜跑了。 街坊邻居认为,也是,因为都知道陈小娥与孙文喜有事情。 孙永贵急忙就去孙文喜家寻找。 走到他们家门口,这孙文喜刚好从家里出来。 孙永贵过去一把,就抓住她的领子说,你把我老婆给拐到哪儿去了? 那孙文喜当时一愣,这几天我在家就没出门,什么时候拐你老婆了呀? 那孙永贵说,你别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,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和我老婆有私情,不是你拐的,还能有谁呀? 说着,她与众人拉着孙文喜,就把她押进了县衙。 县太爷审问孙文喜,孙文喜没有拐,她怎么肯承认呢? 但是这街坊邻居都作证说,孙文喜与陈小娥有私情。 孙文喜说,她前两天确实与我商量着要私奔,但是这事儿我根本就没答应。 县太爷又问,陈小娥还有没有别的情人呢? 孙永贵和街坊邻居都说,没听说过有别的情人。 所以,县太爷就认为,肯定是孙文喜将陈小娥给藏了起来。 她用行审问孙文喜,孙文喜还是不肯承认,县太爷从她嘴里审不出来,但是又查不出来别人与陈小娥有私情。 于是就把孙文喜给押进了牢里。 再说那个崔小宝,她把陈小娥拐走之后,就在林青租了个房子住了下来。 两个人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,这陈小娥虽然身子随了崔小宝,但是她心里总想着孙文喜,所以整天还生叹气的。 崔小宝见她那样,心想她虽然与我在一块,心里却总想着别人,她跟我不是一心那儿,如今她带出来的钱财也已经快花完了,我不如找个地方将她给卖了吧。 崔小宝找到了林青渡口那里的一个窑子,让那里的老宝子李四娘装成自己的亲戚前去探望,先去看了看陈小娥。 两个人以五十两银子的价格偷偷达成了协议。 然后,这崔小宝又回去哄陈小娥说, 昨天来探望咱们的那个是我表姨,我已经与她商量好了,咱们俩就搬到他们家去住吧,那样的话,咱们可以省了房钱。 这陈小娥觉得,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,能有一个熟人坐靠山也挺好。 于是,她舒西打扮一番,崔小宝过了顶轿子,抬着她就去了李四娘家。 到那之后,李四娘接待了他们。 这崔小宝推托要去茅房,收了银子之后,她就跑了。 陈小娥见李四娘家有许多粉头,觉得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,就不想在这住了。 坐了一会儿,她就喊崔小宝想回去,但是哪里还能喊来人啊,最后她才知道。 崔小宝已经以五十两银子的价格把她卖到这儿来。 陈小娥知道之后,不由得失声痛苦,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,怎么越想好越往坑里跳啊。 从此以后,陈小娥便落入了青楼。 就这样,她在这儿过了四五年。 这一天,有一个嫖客前来嫖妓,她见了陈小娥,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她看。 这陈小娥看那人的样貌,也觉得面熟,于是这陈小娥就问,她是什么地方的呀? 后来他们俩一聊,原来那人就是孙永贵他们村上的,这人名叫孙大顺。 两个人以前曾经见过面,但是不太熟悉,所以看着有点面熟。 得知是同村的人之后,陈小娥就把崔小宝冒充孙文喜,把她拐骗到这里又给卖掉的事儿,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 孙大顺听了之后说,你这一走不要紧,可把那孙文喜给害苦了。 陈小娥就问她怎么回事儿呢? 孙大顺说,你走了之后啊,那个孙永贵便把孙文喜给告了。 县太爷认定是孙文喜把你给拐跑了,便对她进行审问。 那孙文喜不肯承认,县太爷就将她关进了大牢里,隔三差五地审她一次,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呢。 这陈小娥听了之后,又是一阵痛哭。 当天夜里,她留宿了孙大顺,恳求她帮自己逃出火坑。 孙大顺答应了,她回去之后就把这事儿跟孙永贵说了。 说你们家娘子有下落了,我在林青遇见了她,她被人拐卖,进了窑子里。 接着就把自己遇见陈小娥的事儿跟孙永贵说了,说完之后,俩人就去县衙报案。 县太爷听了,是崔小宝干的。 她一边派人陪孙永贵和孙大顺去解救陈小娥,一边又派人马上去抓了崔小宝。 孙永贵和差异们很快就把陈小娥给解救了回来。 县太爷开堂审问,陈小娥先将自己如何被崔小宝骗到林青,又如何被卖到窑子里的事儿细说了一遍。 县太爷听了大怒,一拍金堂木鹤道,恶徒崔小宝,你也太无耻了,骗财骗色不说,还把人给卖进窑子里,实乃是罪大恶极。 来啊,先将他给我重达五十大板。 崔小宝急忙磕头说,县老爷,将他迈进窑子里,是小人我的错,我甘愿认罪。 至于他与我逃走,乃是他约小人的呀,是他出的主意。 县太爷又问陈小娥究竟怎么回事儿,这陈小娥知道事情败露,就把自己在算卦路上遇到崔小宝,进他家喝酒, 然后他们俩喝醉之后的苟且之事,还有如何相约的都给实说了。 县太爷听了之后对陈小娥说,你如此放荡,不守妇导,被迈进窑子里受苦,也怪不得别人。 后来,这县太爷判罚崔小宝重达五十大板发配充军,并让他偿还孙永贵家所有丢失的财物。 孙文喜呢?虽然后来的事与他无关,但是他之前确实与有夫之妇通奸,判罚了三十大板,又把陈小娥判给了孙永贵带回家。 那个孙永贵说,我的妻子背着我与人私奔,又落入窗门好几年。 小人我还要他干什么呀?我情愿当堂修了他,让他另嫁别人吧。 那县太爷说,反正人事判给你了,想不想要都有你,你先把他给领回去,等给他找到人家了,到时候我再给你立案处理。 县太爷判完之后,众人都回到家里内,孙文喜实在是气不过,明明是别人把他老婆给拐跑了,却害自己苦苦坐了几年牢,还挨了不少的打。 他是越想越生气,就与的邻居们说,我虽然有通奸之罪,但是也不至于坐几年牢啊。 他孙永贵害我坐了几年的大牢,还挨了那么多的打,这事儿啊,我跟他没完,早晚我得收拾他。 那孙永贵呢?也确实知道自己诬告了人,他就让邻居帮忙去说和。 这些邻居们一商量,反正孙永贵正想让陈小娥令驾呢,也不想要他了,咱们呢,干脆让他将陈小娥给孙文喜得了。 这样的话,估计能抵消孙文喜的仇恨。 这邻居们就跟孙永贵商量,那孙永贵说,行,反正我也不打算要他了,他愿意跟谁就跟谁去吧。 邻居们又和孙文喜商量,这个办法正好中孙文喜的下怀。 他说,那行,要是那样的话,往后我与他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,什么也就不再说了。 在众人说好之后,又到衙门里立下了契约。 从此以后,这陈小娥就嫁给了孙文喜,他终于找了一个让自己称心如意的男人了。 据说啊,听完故事并点赞的听众,今年发大财哦。